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近日网上流传 一名的年轻男子 在港铁火炭站的月台 以坐跑跳跃跨过列车的路轨 跳到去对面的月台 年轻的男子事后接受媒体访问 竟然说自己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 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事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析一下当中的心态 第二个话题我们会讲一下美国的大学 近日就以哈战争 牵起一股声援巴勒斯坦的浪潮 甚至要警方入校园执法拉人 面对抗争 美国总统拜登就转移视线 讲的就是用大学出现反犹太示威 要加以谴责 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下 整日口讲民主的美国有几下流 我们先看看香港的新闻 上星期4月20日的晚上 有一名黑衣黑腹的年轻男子 在火炭站跨过列车路轨 大玩跳跃台 港铁就说有留意到这段片 认为片中的男子在火炭站月台 做出不适当的行为 影响行车安全 并就事件已经报警 警方暂时就会将案件列为 违反港铁条例去处理 黄梅Renews就联络到片中的主角 这位男士的回复真是震撼三观 他说所做的事其实没什么特别 认为不少人经常被社会常规限制 他还反问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又伤害不了人 为什么不去做呢 这位年轻人说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之下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说人生这么短暂 尽量不要给自己有后悔的机会 又说自己有被捕的心理准备 但自问没有做错事 这番说话 大家是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伤害不了人 不要给自己有后悔的机会 总之只要是自己觉得对 不用管任何其他一切的都要去做 2019年一帮年轻人 就是觉得自己争取所谓民主是对的 就什么都敢做 两者的思考方式 真是似到十足十了 有说这位年轻人 所跳过的路轨是备用的路轨 平时就没有列车会行驶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他觉得自己是没有搞到人 那么帝阵时呢 今次养大了个胆 行为只会越来越失控 正如黑暴的时候 由一开始的倒路升级 接着是纵火破坏伤人 怎会觉得没有问题呢 今次这位年轻人 幸好他自己没有受伤 如果不是就要经动消防救护 但没有伤到人的 不代表没有影响到人 港铁职员就要为这件事善后 做调查交报告 样样都是大把手尾跟 其实这种年轻人的自以为是 近几年都是经常见到的 翻查记录 去年的一月 就有两位年轻人 跳轻轻的车顶游车河 最终被捕 判罚了社会服务令 事件的主角更加是极限运动的教练 但就没有以身作则了 2022年更加有一位17岁的学生 怀疑在尖沙咀的 柳和柳之间在跳跃 结果堕楼死亡 无伤人无错的自以为是 实质就是罔顾一切 跳过路轨的年轻人 觉得很多人被社会常规限制 但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这些规限 社会必然会出现极之混乱的情况 这不是你一句有被捕的心理准备 就可以承担的后果 最有趣的是 报道之下不少的留言 都有批评这位年轻人 自以为是的行为 说不是一句你觉得没错 就真的没错 如果由2014年的占中开始 多些人肯用这种角度 少些泛滥的同情 或者旺步 甚至是黑暴 都不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亦都不会等到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 是需要坐牢的 看完香港新闻 转去看一看外国的消息 我们上一集都说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大打针对牌的时候 美国自己都面对不少困境 其中一样就是以哈战争之下 美国被以色列由民主道德高地 拖到落谷底 成为了彻彻底底的战火帮凶 好说人权 但就纵容以色列 那么令人吐心 连美国人自己都顶你不信 纽约大学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红堡分校 哥林比亚大学 和明尼苏达大学 都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 但面对的 就是警方入校园执法抓人 所以用国际标准来说 2019年香港警方入校园执法 怎会是不合情合理呢 明明是西方最喜欢挂在口边的人权 讽刺到学生都是要被人抓的 整班过去美国的国际线手足 又用不用声援一下 甚至应该要发表立场 开个记照 说美国如果再侵犯学生示威权 就会呼吁国际制裁 不要以为你们美国就可以脱身 不过这些民主活动 在拜登把口 就被一棍勇成反犹太示威 言论自由 示威自由? sorry 在我大美帝主义之下 这些暂时都不适用 要用的就只可以对着中国去用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明白 拜登口中所谓的犹太发声 其实是一个态字少了一点 变成了犹大 美国从来都是民主人权的犹大 是一位叛逆者 他效忠的只有利益两个字 今次美国背弃了加沙人民 进一步背叛了国内的学生 以色列越来越不受控制的进攻加沙 越是激发国内美丽的风景线 面对着这条风景线 拜登口中的反犹太藉口 还可以用多几次呢? 看着美国大大个回力标 打回到自己身上 你都别说不折舵 早日收手吧,美国 好了,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